你这里提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拜登谈话的含义 另外一个是美国现在如何因应 是不是要来第四次来救中共 提供两个话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美国处理跟中共的关系 你提到的三次 曾经三次救了中共 严格讲来 那个时候是在救中国 不是救中共 那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美国是把他跟中国的关系 放在美苏对抗美苏冷战 这个大架构之下的 所以是美苏关系决定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之后再决定了美台关系 是这样来的 它有一个层次来的 那当时国共内战期间 二战结束后的这个时候 那这个中共建立政权的时候 美国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 那那个时候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是撤退到台湾 可是据说那个时候的美国驻华大使 没有还没跟着过来 一直到寒战爆发 然后寒战爆发以后 美国就得到答案了嘛 因为原来以为中共的宣传 他要走美式民主 然后美国看到国民党好像在腐败 有点动摇说 这个就没那么支持国民党 要蒋介石这个坦坦达达 这个把把蒋介石的那个手绑住 所以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到后来的话 国民党开始逐渐失利 其中有美国绑住手脚的这个嫌疑 那个时候美苏冷战 如果美国跟中共联手 给他外交承认的话 美苏冷战的前线在中苏边界 但是如果中共跟苏联靠拢了 那美苏冷战的前线就是台湾海峡 所以中共投入寒战之后 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南下保护台湾海峡 美国只好明确选择支持台湾 支持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这样来的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受什么影响 受美国对中共的态度 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受什么影响 受美苏关系的影响 整个脉络是这样来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的三次的所谓旧中共 你说的就是1940年代 那个时候国共内战时期 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 或者承诺 这是第一个1940年代 再来1970年代 文革文化大革命 中国经济崩坏 美国那个时候很想说 如果中国经济崩坏的话 那么可能会被苏联 当时苏联还没解体 可能会被苏联收编还是怎么样 这样子对美国不利 所以美国不能让中国崩溃 所以要把中国撑住 然后这个是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是什么 是那个加入世贸组织这个 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呢 其实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用自己的人民解放军 在天安门广场 对人民跟学生屠杀以后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中共是报 美国是抱着说和平演变中共 把中共转型的这个想象 这个有点一厢情愿 然后他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觉得这个对美 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是个机会 现在证明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 不足以改变中共这个体制 极权专制这个体制 那美国没有道理用全球化来扶植 极权专制体制嘛 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共变成对抗 美国跟中共转成 从和解转成对抗以后 台湾海峡就是美国的国王前线 所以美国在打贸易战的同时 立刻扶植台湾 提升台湾国际地位 所以贸易战的第一枪是 2018年3月22号 川普开始宣布第一波关税 结果在前几天3月16号 签署台湾旅行法是这样来的 所以打贸易战跟扶植 支持台湾的国际地位 拉抬台湾国际地位 是同时发生的事情 表示美国把中共已经列为对手 当然这是两手旗 对付中共也要拉抬台湾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台湾 一直处在地缘政治风险当中 那么接下来讲说 美国看待台湾 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到底 给美国的帮助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说台湾有现在半导体产业 其实在我看来 半导体产业是美国纯心放在台湾 让美国多一个理由保护台湾 那为什么 因为台湾在半导体产业崛起之前 在台积电崛起之前 美国已经在保护台湾了 美国之前跟中华民国 是有正式的共同防卫条约 美国在台湾有驻军 那个时候哪有半导体产业 对 所以台湾的原始价值 是地缘政治要充 以前叫做第一岛链 叫做西太平洋 然后现在叫做印太地区 关键位置在台湾台下 然后所以呢美国防守台湾 然后需要台湾的支持配合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有一个顾虑 就是不能被关键小国牵着鼻子走 你现在看父母亲带小孩子 去逛百合公司买玩具的时候 小孩子要买这个买那个 你买了一两个以后 他继续要买的话 你不给他买对不对 你以为他会跟着你回家吗 他不是他在地上滚 对不对 美国最怕这个他不能让放 不能那个放弃的这个台湾 在民主化之后牵着美国鼻子走 美国不是不保护台湾 美国也不可能让出台湾这个地盘 但是美国希望台湾能够配合 美国全球战略 全球一盘棋 所以台湾的执政者要学蔡英文的 是真正做到低调跟配合 你看蔡英文的路线 在理念上来讲没有问题 赖清德也是走一样的路线 没有错 但是你看蔡英文会讲走进白宫 这种话吗 不会 他不会给美国制造麻烦 好现在来讲 这个拜登讲的 中国经济有大麻烦 然后呢 这个坏人在碰到麻烦的时候 会做坏事 我刚刚问是什么坏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关于这一点 我们做一个描述 就是拜登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出现大麻烦 中国是会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个方方面面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美国你要不要拆弹 那美国的拆弹的方法 大家已经看出来 他用新招 并不是以前的用强大的军事演习来威吓你 而是透过情报战 把火箭军的重要情报探出来 现在还把海军航空兵的情报探出来 海军 海军跟火箭军恰好就是阻止美国日本介入台海安全的拳头部队 那美国让习近平必须整顿内部 整顿军方 所以习近平现在忙于整顿内部 必须用那个收览军权 来维护他自己的权利 也维护中共的那个执政地位 来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拜登其实在暗示 这个习近平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迟早要爆 对不对 然后美国要预防这个炸弹的爆炸 要来做拆弹 所以美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从拜登这个讲话 全部可以串起来 全部可以说得通了 你看他 他去派高官去北京访问 其实就是拆弹的一个部分 他泄露情报 逼习近平回房 也是在拆弹 阻止习近平借机会 找理由对外进行任何军事冒险